宣读台湾民政府主张及立场 1.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理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 有责任寻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 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 旧金山和平条约 3.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 使流亡中华民国 结束在台湾的占领 4.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 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的事物 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体请坐下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第一堂课的讲师 徐格林讲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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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安 晚安 天气不错 晚上蛮凉快的 一会儿 那么一个简单的问题 就你们自己来回答 台湾这块土地上 有几种人 讲讲看 有几种人 四种 哪四种 评论吗 本地人外省人 是客家人还有三地人 还有没有讲解 男人跟女人 男人跟女人 很有意思 我跟你說 你剛才那個分類方法 第一次剛剛講的那個分類方法 構園都自己改 台灣這個土地上只有兩種人 哪兩種人 你知不知道 你猜也猜不出來 你如果認為台灣這塊土地上有本省 外省 山地人 原住民 就是按照國民黨講 我們土地上只有這種人 等一下 我這個 他是怎麼樣上下 有沒有看到 跑出來了 台灣這塊土地上只有這兩種人 占領者跟被占領者 村內是中華民國流浪中 要幫你洗腦 要給你改的 我先不講那麼多 你們第一堂課才來 搞不清楚我在講什麼 這堂課原來的意思叫做台灣史解碼 台灣歷史的解碼 你知道解碼是什麼嗎 本來是亂嘛 看不清楚 看得一清二楚 同樣 台灣的歷史你要去看的話 看得無煞煞 但是有這兩個名詞 把帶進你腦子的時候 一下台灣的歷史看得一清二楚 什麼叫佔領者 什麼叫被佔領者 你知道嗎 什麼時候會產生佔領者 什麼時候會產生佔領者 就是戰爭嘛 佔領者是誰 通常是從外面來的 不會是本地人 一定是原來被佔領這塊土地以外的人 因為打敗你 就跑到你家 把你占掉 那叫佔領者 佔領者不會是自己人 一定是外面來的人佔領你 你就叫佔領者 就叫被佔領者 英文叫做occupier 跟occupied people 這兩種 講這個先有這個概念 我們再慢慢講 那現在有幾個簡單的問題 我問 佔領者 現在因為全世界在過去歷史裡面 都有佔領 被佔領 請問佔領者 一旦佔領之後要佔多久 知不知道 自己佔領要佔多久 永久 佔領就不走 那就是佔領要佔 好不容易我打了一場戰爭 打那麼久 死多少人 結果我來佔領之後 我就要走 鬧我一件事 他會想辦法佔越久越好 對不對 那還有另外一個 這沒有規定 但是還有一種情況是 佔領者 我如果佔領者 我佔領很多工夫 佔領那時候 我會叫佔領替我佔領 可以嗎 如果我自己來比較辛苦 我就派一個代理幫我管就好了 時間我去佔領 就好我買一家公司 如果我還要下去經營就很辛苦 我花那麼多錢 我就採個代理人幫我管那家公司 這樣合理 那現在只先挑幾個觀念就好了 這個就是所謂的佔領者 有沒有 你看那 腳開開的 很霸氣 對不對 他是佔領者 我們先來研究 台灣是不是佔領者 我們代表人是不是佔領者 我們是不是 我剛才介紹兩個名字 我說台灣這塊土地上 是有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你我是不是佔領者 你為什麼認為你自己是被佔領者 你為什麼認為你自己是被佔領者 在這個土地上的佔領者是誰 就你現在知道 因為你剛才認為有四種人 中華民國是佔領者 中華民國是佔領者 我們是誰 我們是被佔領者 被佔領者 所以你現在認為自己是被佔領者 這個身份沒有弄錯 我們不是佔領者 那另外一個 佔領者是中華民國 對不對 可是你現在拿中華民國護照 你是佔領者 是不是 你現在是拿中華民國護照 身份證 證明你是中華民國人 你已經變成佔領者 被佔領者是誰 台灣人 對不對 可是拿的是他的身份證 那所以你到底是被佔領者 還是佔領者 你怎麼證明你是被佔領者 你怎麼證明 有沒有辦法證明你是被佔領者 很好 你剛才答案是說 我就是被佔領者 但是你怎麼證明你是被佔領者 透過什麼方法 沒有實質的自備權 沒有實質的自備權 你如果選上當總統 像蔡依文 他就變成佔領者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你的意思說 被佔領者可以 變成佔領者 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跟你說 沒那種可能 沒那種可能 吃命吃 來到一個地方 比吃命吃 有一天生氣 就變成佔領者 有可能 不會 因為你在這個土地上 你是被佔領者 你永遠是被佔領者 你從來沒有一個產生 除非你又會怕佔領 你變成佔領者 對不對 佔領者有辦法 變成佔領者 在佔領者 在佔領的地方 不會啊 因為已經是佔領的土地 我給你佔領 你不可能 還會到處來佔領 你知道嗎 你本來是佔領者 也不會突然變成佔領者 這個身份 只要這個佔領地的狀況 還自在的時候 身份不會改變 你的生的兒子也是 比誰還要這麼 這麼這麼 生的兒子孫子 都是佔領者 對不對 對啊 因為沒有另外再打一場戰爭 又變成 比如說你又跑去他的國家 去打他 你又變佔領者 他變成被佔領者 但你現在已經是被佔領者 那不可能改了 世世代代 永永永遠 都是被佔領者 你知道嗎 為什麼我剛才說 突然間你去拿他的身份證 拿他的護照 你就以為自己是佔領者 唯一的可能是什麼 被騙了 被騙了 你知道嗎 你真的你也沒打過人家 你有被人打 被人征服過 沒有嗎 從來沒有 為什麼會變成佔領者 就因為他發給你一個身份證 你就變成佔領者 所以他不成立 你知道嗎 所以你拿那個受華民國身份證 在某種程度上 根本不 無效的 但是你自己認為是的 它本身是對你不產生效用 它可以送給你啊 但是你不會 實質上你不會真的成為佔領者 你不會有什麼 好像你在路邊 找一個上校的 或是少校的 麥克風 你把它掛起來 你就變成軍人 變成上校 不會啊 不會吧 或者你拿一個 哪個公司董事長的名片 你放在身上 說我就是當公司業當事長 會不會 就因為這樣變成事了 不會啊 因為你本質上還不是嘛 對不 台灣人不會因為去領了 中華美國護照 你就變成什麼 所以當初 這個就是很 我現在只是點到 先不講太深 來 我們直接再講一個故事 什麼時候會產生戰爭 什麼時候產生佔領者 跟被佔領者 建經的始終 對不對 那所有的戰爭 都是一個部落 跟部落打來打去 就是一個相同利益的團體 跟另外相同利益的團體 互相戰爭 才會產生這個結果 聽我講故事 我們現在來講故事 不要講太深 來 人類從古到今 一開始都用什麼形式出現 就是部落的形式 部落你知道嗎 什麼叫部落 部落就是 好幾個家庭 共同的打獵的範圍 對不對 或者是喝水的地方 或者是種植的地方 住在一起 變成一個部落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只有一個家庭太弱了 人家親在就給你欺負 所以他會好幾個家庭 跟社會變成一個部落 這是人類最早期的社會形式 到處去部落 知道嗎 部落有大有小對不對 部落以他這個部落的利益為優先 如果這個部落跟別的部落 如果有家庭的部落 閉到什麼 碰到在一起會怎麼樣 部落跟部落之間 比如說我的私立範圍 你有你的私立範圍 總會有交錯的交到的時候 碰到會怎麼樣 打仗 兩種情況 打仗是其中一個 另外一個是什麼 談條件 合作會 對不對 我們兩個部落加起來比較大 就沒有人敢欺負我們 好不好 我們不要打仗 打他會死人 大家都會受害 對不對 那我們談條件 酋長跟酋子人之間交換條件 對不對 我們這樣比較大 那邊 再打那邊 再打部落 我們就可以對付他了 所以兩個情況 要嘛就是少前 不然就交集會 越大就越大 對不對 你越大你就 勢力就越大 就沒有人敢欺負你 對不對 所以很多部落結到最後變什麼 小的王國 對不對 部落越結越大了 就變小的Kingdom 王國 英文叫做Kingdom 王國跟王國 越結越大變什麼 變成像國家一樣 對不對 像德國以前是普魯士 有很多不同的王國嘛 Gapzo會變成德國嘛 沒錯吧 美利坚也是不同的州嘛 State 英國也不同的國家 Gapzo會叫做大英國協嘛 對吧 很多國家都是Gapzo會 越來越大 如果還不夠大會 變成聯合國這種 每個國家都Gapzo會 對吧 形成一個遊戲規則 保護大家一起的利益 對不對 所以現在的社會 世界上都是到處在結盟嘛 比如說我跟你合起來 我們叫做 Asian Country 就是亞洲經濟合作的夥伴 對不對 有的人是TPP 就是美國太平洋共同合作的夥伴 對不對 中國也來玩一路一帶 也是另外在Gapzo會 歐盟Gapzo會 是不是歐洲聯合在一起 也是一種不同國家 有法國有德國吧 歐洲所有國家 口座會 他發覺中國市場那麼大 美國又那麼大 我們歐洲如果分散很多小國家 沒辦法跟他玩 所以他們也變得很大的 對不對 你知道嗎 這可以解釋我們現在的現象 對不對 部落 燒到的燒到也沒有錯 過期 過去 部落跟部落 殺來殺去的 通常是怎麼個殺法 你知道嗎 通常都是全部滅掉 一個部落把另外一部落打敗之後 他全部跟你殺光 為什麼要全部殺光 你知道嗎 為什麼要全部殺光 斬草竹 斬草竹 那為什麼要斬草竹 怕你跑出去又報仇 對不對 跑出去過幾年又變成一堆人 又回來打我 對不對 如果怕要抬就抬得乾淨 不會給你勝火口 對不對 可是久了以後這樣不對 全部殺光 我土地是不是變大了 我把本來那一組的土地都吃下來 我土地變大對不對 可是因為戰爭我人變少對不對 我是不是更辛苦 阿伯要顧這麼大的地方 我人不夠 所以怎麼辦 他選了一個方法 我只殺另外一個部落裡面 比較厲害 男人才會抬 勞弱婦孺就不要殺了 與我無害 我就把他抓過來做什麼 努力很好 對啊 這是部落戰爭 人類歷史上都是這個部落戰爭 都是為了利益 結合 女生小孩子兩次會做什麼 叫他做什麼 到田裡面去工作 對不對 所以每天辛苦工作 然後吃飯睡覺唱歌跳舞 奴隸就是做這種事 奴隸是什麼 本來你這個部落你有效忠對象 你有一個頭對不對 比如說你這個部落有一頭 我效忠酋長 效忠什麼這個部落 可是你一旦被滅掉之後 只有老弱婦孺跑去的時候 沒有效忠對象 你好像只有一堆身體 一些人民跑掉了 對不對 叫他來當奴隸 所以資本基本上來講的是 沒有頭的人 沒有效忠 他不會效忠新的部落 他還是原來那個人 可是他誰來當多好 他就是一個有功能導向的 我要給名字 叫做資源回收人 這個名詞 是我差不多四年前 Coin 就是製造一個新的名詞 講出來 資源回收的人不是去收垃圾的人 不是太垃圾的人 你知道資源回收什麼意思 本來是本索要丟掉對不對 把丘刀回來再用一次 再度利用 二次利用 三次利用 要資源回收 我現在講的說 那個人好像資源回收物一樣的人 本來要用台 本來要殺掉丟掉的人 現在把它再利用 變奴隸 所以這種人叫做資源回收人 資源回收人都是沒有頭的人 我們隔壁就是一個 資源回收城 你知道是什麼嗎 香港 香港裡面都是資源回收人 對不對 因為以前中國跟英國打仗 中國輸了就割香港給他 對不對 香港來的時候就把它設一個制度 對不對 讓他裡面去每天吃飯 睡覺 參加跳舞 買東東 做生意 探集 時間到了把稅交給誰 總督 總督把錢交給英國女皇 對不對 香港就是這樣子 香港以前屬於英國在管的 沒錯吧 所以它是一個典型的資源回收城 這些人 九七之前 九七之後 他知道中國要回來了 他知道中國這個制度比較弱 他就要先跑 所以他們就到處移民 移到加拿大 移到澳洲 移到英國 對不對 有辦法都出去 留下來都是不行的 沒錢再留下來 對不對 可是這群人搬到英國到加拿大 都紐西蘭 結果還是一樣 因為他們沒有效忠對象 所以他走到哪裡都是資源回收的人 都可以被當地的國家所使用 對不對 他就馬上進入人家那個國家的 生產系統去製造生產 然後繳稅 對不對 他只是換一個人交話而已 他沒有效忠加拿大 如果對方這個國家的條件改變 他又跑掉 他又跑掉 跑到下一個地方去 所以這群人在全世界到處亂跑 但是都幫每個國家製造利益 那種也叫做資源回收人 就是沒有效忠對象到那裡 所以資源人生的典型的樣子就是什麼 到處買房子 上海也有房子 美國也有房子 住哪裡都可以 因為他沒有要求說他效忠誰 他跟這個土地沒有結合 黑哥是資源回收人 現在來 中國收回來以後就叫他 譬如說中國 香港買就是中國的 收回去 那個年輕人生氣 不高興 又跑去佔中 有沒有 佔中是什麼 佔領中環地區 記者就訪問他 你為什麼 年輕人為什麼要抗議 為什麼要上街 他說我不喜歡現在這個總督 你為什麼不喜歡這個總督 因為他長得跟我們不一樣 那哪裡長得跟你不一樣 他有頭 我們沒有頭 聽到有沒有 因為有頭 因為總督是中國北京派來的 有頭的意思就是他有效忠對象 他要效忠誰 中國北京給他命令 他就要管這堆人 可是這堆人 以前就是沒頭的人 他只是每天都吃飯睡覺 你不要管我這麼多 現在來總督他就要抗議了 可是沒有用 沒有頭的人去抗議 他說得實在 沒有頭的人做事情也是無頭無腦 你問他要抗議什麼 他也講不出所有人 他不喜歡 他不喜歡再給你換 還是一樣 所以他最近居然還通過說 他沒有什麼著名自覺 你這個土地都是中國的 你怎麼個自覺法 對不對 你本來就是中國人 他只是不喜歡而已 不會產生任何結果的 來 再講 過去的戰爭都是這樣 部落戰爭 我告訴你 這都是部落 在修台 戰爭之後 征服對方以後 手段都是用什麼手段 他會怎麼 比如說我打擺以後 他會做什麼事情 統治那些剩下的資源 會做什麼 來 宗教 語言 信事 過去在中東那地方打仗 通常把他的神先搬出來 比如說我是埃及 我信奉尼羅河 尼羅河是口儀 鱷魚是我的神 有的人是拜鳥 有的人拜 崩西青 眼鏡蛇 所以他們打戰之前 就會把他們的神抬出來 說我的神比較大 我們會打敗你 打完人之後 比如說鱷魚神的這一組贏了 他就會怎麼樣 把打敗的那個 眼鏡蛇那個神全部燒掉 對不對 我一定不准你再拜以前的神 你的神比較遜 所以我要把你打敗 你把你所有宗教寺廟 全部給我燒掉 從此以後 只有我的神才是真的神 對不對 過去都這樣 這是以前的部落戰爭 他不會讓你繼續拜你以前的神 你如果再拜以前的神 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會模反 對不對 我跟你不一樣 我從拜的神就跟你不一樣 再來 語言 我不准你再說過期你的母語 你們家請用人 他如果是講跟你不一樣的話 你會要求你自己去學他的話嗎 還是他要學你的話 當然他要學你的語言 對不對 他如果在你家裡說他的話 他什麼話 你聽不懂 你會要求他說 你到底在講什麼 對不對 你是主人的身份 我說不可以這樣子 對不對 你如果在我們家裡 就要講這個 再來 後來姓氏 我不會讓你維持你原來的姓氏 你如果有姓氏 你一樣 我知道我跟你這種人不一樣 我要追我的根 所以他要毀掉這三個 所以要統治什麼 什麼方法 改變你的宗教 改變你的語言 改變你的姓氏 所有征服者 會做這些事情 為了以後比較好統治 對不對 來 所以這些資源回座的人 就不會問什麼問題 他不會問什麼 你如果是那些 請我們來來當奴隸的人 他每天只忙著一口飯吃 他不會問太多問題 對不對 三餐廳吃就好 這是一幅畫 你有沒有聽過高庚 高庚 他會鬧翻了 因為奔古有聽過嗎 跟他的室友叫高庚 他們兩個以前住在一起過 後來鬧翻了 他就搬到大溪地去 到大溪地的時候 他帶了一筆錢 所以他那邊日子過得很好 每天就有三餐都有人幫你準備好 又有美女在旁邊服飾 日子過得很好 不愁不愁穿 照理說 藝術家如果過這種好日子 每天都畫 像在天堂裡面的生活 這是不是台灣人要追求 是不是 是 人生福福何求 就是家庭都沒問題 對不對 我告訴你錯了 當你到那個地步的時候 你會問下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畫家做的事情 他畫了這幅畫 可是他的螢幕講什麼 他講 你看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我們是什麼人 我們從哪裡來 現在在這裡做什麼 阿伯要往哪裡去 我們從哪裡來 現在在這邊做什麼 以後到哪裡去 你不要以為 只要吃飽喝煮就好了 下一步你就要問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來這邊做什麼 我這輩子活在世界上做什麼 對不對 不是只是吃飽 我們以前都被教 這樣就好 就滿意了 不是 那是圓回收人 他不會問這種問題 因為他們沒有歷史的觀念 他這一代能夠有飯吃就好了 他就很開心 很不滿足 但是我來講 人等到那個滿足之後 你就要開始問這個問題 以前在美國有個醫院 老人醫院 老人 就是養老院 他們那個 通常老人送到老養院 老人院之後很快就 拜拜了 半年了 一年就走了 那個有外面來的 算是研究團隊 進去這個醫院裡面 想要改善這個醫院的存活率 他就研究 結果後來裡面有個心理學家 就幫他們做一件事情 什麼事 就是 就開始把花 弄了一個花房 可以開始進各種各樣的花草樹木 然後開始有養各種的動物 有鸚鵡 有各種可愛的小動物 放在那個老人院 所以這些老人就開始有些事情要做了 每天可能要都餵鳥 結果沒想到不到一年之後 所有的老人生理變健康了 壽命延長比較久 幾年下來 累積的結果是這樣子 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告訴你一個訊息 就是當這些老人 發覺他自己活著 就有意義的時候 他想活得更久 因為他人生產生意義 這些動物怎麼不牽 明天我怎麼死 這些動物怎麼不牽 對不對 我這花每天要看他明年的花季 所以你會很想知道自己的意義是什麼 我的人生要有意義也要有目的 不是只是吃飽 如果吃飽的話 你當時死都一樣 你餓得死跟吃飽的死不是都一樣嗎 如果死就一了不了不會 所以他就開始有這個sense 說我是誰 現在在這裡做什麼 阿伯要餵長去 台灣人過去因為被當奴隸來養 所以我們不會想那麼多 原有飯吃可以繳穎 這樣就好了 其實台灣人要問一個問題 我們台灣人到底是什麼人 我們的祖先怎麼來的 現在我到底是誰 那個字叫做identity 你先要知道自己是誰 你才知道你活的有沒有意義 我跟他講 當你出生的時候 你別人會說 你是林家的第一個長孫 還是你是第二位 還是說你是我們的女兒 你結婚以後有一個新的角色 你出現在一個家庭之後 你就會開始有一個角色 對不對 你會這輩子 有想辦法把這個角色扮演好 不管這是當哪一個家族的阿公 還是做第幾個兒子 你是屬於這個家庭的 長大以後 去某個學校 你是哪個學校的學生 你是哪個公司裡面的哪個主管 對不對 還是哪一家公司的雇員 你都有一個身份 一個角色 你要把它扮演好 你才會覺得滿足 你如果扮演不好 比如說你是誰的媽媽 你如果不理事又好 你會覺得欠缺 如果你這樣走掉死掉 你會覺得我這個人生 沒有做不到事情 你會覺得不甘願 所以你當你的identity 你這個身份跑出來之後 你就伴隨這個身份 你有什麼責任 你想要把這個責任做好 你才可以安安心心的 當你離開世界上說 我盡到我的責任 我的責任了 我滿意了 對不對 你如果不做好 就不行 現在我再問台灣人 你是誰 先搞清楚 你才知道你的責任是什麼 所以來這裡最刻就是要說這個 我們先從那些很基本的問題講起 來 過去我跟你講 就是因為佔領者佔領你 我們是被佔領者 所以他強迫一套他的史冠 冠在台灣人身上 台灣人從來就搞不清楚 以為我們是中國人 以為我們的祖先對他來 但是聽我慢慢講 不是的 我這邊有一個圖解 圖解 你看這幾個圓圈圈 對不對 時間點 我們的祖先 四萬年前就來到這個島上 待會我會講句話 我們的祖先四萬年以上 就來到台灣這個地方 我這不能隨便亂講 這有根據 四萬年前就在這個土地上面 以部落形式存在 然後來這些部落越結越大 甚至於還出現大都王國 其他因為沒有歷史不能考 但最近可以考察出來叫大都王國 還有很多什麼大奔耕文化 那種逐漸出土 後來 直到十三十四世紀伊奧 開始發生一件事情 怎麼樣 人類的科技 航海技術 越來越後 比較強的國家 開始探索世界 我們相對台灣比較落後 就變成人家探索的目標 探索什麼 有什麼更多的資源 有什麼好康 要把你拿走 所以那些人叫什麼 掠奪者 那個字叫做Predator 掠奪者就是 我說一個比較粗的 就是男生對女生有性需求 但是不要跟你結婚 趁你漂亮美麗的時候 要喜愛你 這就是殖民者 對被殖民者的態度 當你有資源的時候 我要給你唱 對不對 等到那些資源用盡的時候 我人就離開 從來就不用負責任 所以那時候 我跟你講 在大清帝國 殖民台灣的時候 有一次美國的軍隊 經過屏東外海 割錢 居然就上岸 上岸居然被我們高渣族的人 全部殺光 所以美國就去抗議 跑到大清帝國 皇帝那邊說 欸 你的人把我們台賠錢 你知道大清怎麼回答嗎 那不是我們管的 那叫做話外之名 法語不法 由貴國制裁之 那什麼意思 他就是一個掠奪者的姿態 出事情 好抗議都不會愛 那發生什麼事情 都拉得離離離離 對不對 跟我無關 你要怎麼打 要罵是你家的事情 所以 所以因為這樣子 我們第一次 台灣居然跟美國簽訂條約 第一次喔 我們的部落的酋長 跟美國簽訂和平條約 很有意思喔 不是大清帝國簽的喔 來 再來 這些不同的掠奪者裡面有什麼 有日本 西班牙 荷蘭 大清帝國 對不對 那這些掠奪者之間 也會互相利益衝突 會打架 對不對 那最後誰打贏 大日本帝國啊 對不對 1895年 是不是甲午戰爭 正立之後 大清帝國割讓 台灣澎湖 跟遼東半島 給大日本帝國 我跟你說 割桌才割一半而已 真正割讓 不是國家跟國家割讓 是皇帝跟皇帝 以前都有國王的啦 所以這割讓條約是講 大清帝國皇帝 為了尋求和平 把台灣澎湖 跟遼東半島 割給大日本帝國皇帝 收受的雙方是一個人 皇帝之間交易的 不要再打喔 我這個都給你 不是國家 可是我們歷史課本的念 大日本帝國啊 西國 對不對 國家為單位 不是 產權上的交易是有人名的 就是大日本帝國皇帝 跟大清帝國皇帝 所以從此以後 台灣變成大日本帝國 天皇的土地嘛 對不對 一開始是殖民地 可是他要做一件事情 殖民地喔 因為大清帝國以下 裡面也是殖民地 日本把他拿來也是殖民地 殖民地可以割讓 你們初級班要念兩個概念 一個是佔領不移轉主權 第二個 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我等你再慢慢講 占領不移轉主權 就是我給你 這個土地的擁有者 不會轉移 另外一個人 先放在心上 我再慢慢講 大日本帝國拿到台灣的時候 發覺一件事情 這個大清帝國就要求耶 他哥讓這個土地居然有一半 不是他的 你懂嗎 就好像賣房子 鄰居房子一起賣給你 你拿到會被氣死 所以日本 他發現什麼 原來大清帝國的版圖 只有左半邊 右半邊不是他在管 右半邊是高砂族在住 他也打不過他們 就當作化外之名 就拜另外一個地方的人 不在他版圖裡面 你以後看那個地圖就很清楚 大清帝國的版圖只有左半邊 所以日本拿到手上的時候 發生怎麼辦 他就跑去問美國 誒 右半邊那地方沒什麼 大清帝國把他全部割給我 可是右半邊不是他的耶 那為什麼問美國 因為美國已經有 對付印第安人的經驗 現在的美國 都白人去了對不對 近一年誰在住 印第安人在住的對不對 那你怎麼樣把印第安人住的地方 變成你的 所以美國有個說法 知道怎麼 這個地方都是部落形式 還不是個國家 他們都是部落 那你怎麼把他得到手 透過征服的手段 英文叫conquer 你就把他征服 所以大日本帝國就怎麼樣 第一個派他們的貴族 跟我們的高薩族通婚 通婚之後土地變塌的 那你不願意通婚的話 就打 看你要不要歸順我們 現在我們藏起來了 你要疼我們的話 怎麼會不會疼 所以花了十年的時間 把右半邊都征服起來 所以十年之後 台灣這塊土地 第一次建構的主權 就在大日本帝國底下 台灣過去都沒有主權 都是人家殖民地 還不屬於人家 殖民地就是我只要資源 但是你如果真的變人家土地 那是要另外一個手續 所以在大日本帝國裡面 第一次台灣這個土地建立 也就這麼一次建立主權 是在日本人 大日本帝國的手下建立起來 建立主權 因為他征服了 征服然後整個土地 變成大日本帝國天皇 所以建立了主權 建立主權以後 他會一步一步來 還是殖民地性質 對不對 慢慢的 在1945年4月1號 宣布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在台灣 頒布憲法就是把你變成他 版圖一部分 你正式從此以後 台灣人民效忠日本天皇 換取日本天皇對你的保護 所以我們跟他關係就不一樣 以前是隨便人家欺負的女人 現在已經結婚了 我有丈夫了 以前是未婚 現在是已婚 我用這個來比喻 這個很清楚 以後你跟天皇的關係 就是已經 就像結了婚一樣 互相有承認 有互相的約定 就不會被打破了 所以從此 台灣人都變成什麼 有國家 雖然你說我是台灣人 但是你是什麼國籍 這要講清楚 這個國籍就叫大日本帝國 我現在在講歷史上的事實 對你來講可能很foreign 第一次聽到 但是我跟你講這是事實 那台灣人就想問 你說我們是大日本帝國的成名 為什麼現在是中國人在管 為什麼是中華民國在管 因為二次世界大戰 又發生一件事情 我們大日本帝國戰敗了 敗給誰 不是中華民國 敗給美國 敗給美國 美國是真正唯一攻打日本的國家 所以他變成我們的佔領者 對不對 美國才是真正台灣最外賭地的佔領者 是美國打敗大日本帝國的 中國那時候被大日本帝國 不知道打到哪裡 快滅掉的地方 他怎麼會打贏 沒有啊 因為他是盟軍的關係 所以那時候 美國打贏了大日本帝國以後 就佔領了日本本島 對不對 北方四島 然後琉球 對不對 台灣 對不對 這是日本之前的領土 其他算是日本佔領的殖民地 那北方四島就可以叫蘇聯來戰 台灣就叫蔣介石帶他部隊來接受投降 但是真正的佔領者還是大美歷間合眾國 美國總統佔領 你這樣知道了 他就要求他把過去糟蹋你的中華民國 又把他帶進來再糟蹋你一次 那時候中華民國系統是很落後的 那為什麼用大日本帝國的台灣那時候是非常的先進的 所以他叫帝國才能跟美國打仗 那時候就有航空母艦 不像中國現在連一艘像樣的航空母艦都還沒有 大日本帝國在二戰的時候 從一戰就有航空母艦到二戰更多 才能跟美國這樣打來打去 那是先進的地方 來 再慢慢講 Promagation 就是宣布頒布一個東西 Promagation 這是頒布民治憲法的時候 後來民治憲法實施在台灣 從此以後 憲法能夠頒布的地方一定是他主權給予的地方 他才可以頒布他的憲法 你不會在殖民地頒布憲法 你只有在你的領土上頒布憲法 頒布憲法要怎麼樣 你可以開始參加帝國的議會了 你可以拍你的參議員、眾議員 到日本的國會去開會了 你也開始可以當兵了 之前叫義勇軍 之後叫做台灣軍 真的大日本帝國就真的有滾堆 我們去當兵是合理的 因為台灣已經是大日本帝國的一部分 當兵這種事情 只有主權獨立國家才可以行使 你們慢慢有這個觀念 要一個國家才可以征兵 像中華民國的旅王政策不可以征兵 它沒有權利有國防部 這個東西叫做 identity 你們上這個課 就要告訴你們台灣人的身份是什麼 很多人說我就是台灣人啊 有什麼好懷疑的 是 我沒有懷疑你是台灣人 可是我要問你一件事 你台灣人 你的國籍是什麼 我知道 我沒有挑戰你是台灣人啊 可是你的國籍是什麼 你講得出來嗎 不是啊 你講不出來啊 對不對 中華民國是你的國籍嗎 是啊 我跟你講不是的 所以你們這兩個東西 透過我們今天上課要把這個 我們 我跟你講 如果說你是什麼人 是by blood 你身體上面老的血 決定你是哪一種人 可是你是國籍是什麼樣的決定 透過法律決定 國際法 來這張圖 來下課再講 國家地理頻道有沒有看過 那些國家地理頻道有沒有聽過 蠻有錢的 他前一陣子做了一個研究 我講這個可能你們聽到 我說一個簡單 有一個人財產很多 死掉以後奔財產 奔了之後突然冒出一個 有一天突然有一個按電鈴 那一個男生說 我你們爸爸在家裡頭生 我也要來奔 你遇到這種人要怎麼辦 你親菜公公的 你要證明 你要證明 沒有錯在法律上 你只要是我爸爸的兒子 你都可以分到這財產 幾十億 不努力 但是你要先證明你是誰 你是不是真的我爸爸的孩子 那怎麼樣證明 現在都用什麼方法 驗血 鹽血 把你血血 但是現在不用這麼難 光用棉花在口腔裡面刮一下 送到食鹽就跑出來 現在科技已經變這麼厲害了 所以國家地理頻道說 就用這個來對全世界抽了七十萬個人 你知道嗎 你在傳宗接代生孩子的時候 你們 有誰也有生孩子嗎 你生孩子 你生孩子 你傳宗接代的時候 你的DNA 都要複製對不對 你的一半 你的老公一半 所以你生出來的小孩子 要嘛就像你 要不然像你老公 對不對 如果隔壁的鄰居就很奇怪對不對 不對嘛 一定是爸爸一半 媽媽一半 然後小孩子就繼承 對不對 沒錯吧 但是你在DNA 那時候叫複製染色體的過程當中 會產生突變 所以你的突變 你知道突變嗎 有時候歪掉了 所以幾億對人的突變 就變成一個記號 所有從你這邊生出去的後代 身上都帶同樣的記號 就可以證明你是從誰那邊來的 所以就 好 我不講那裡複雜 最後 透過這些變異細胞 我們把所有人類的遷徙 你從哪裡走到哪裡去 就拉出來 為什麼 你只要有這個突變基細胞 從你這邊生出來的孩子 都有同一個地方都有突變 那個同樣一個點 因為你複製嘛 所以你就知道 誰是你爸爸 誰是你阿公 誰是你做 所以這個圖就跑出來 人類遷徙圖 人類遷徙圖 它全世界抽了70萬個 樣本的 抽樣本 70萬個的話 把全世界的人從哪裡來 往哪裡去跑出來 你們會看這個線 藍色黃色的線 它有箭頭 箭頭就是最後到哪裡 到處都有箭頭對不對 有的到南美洲 有的到北美洲 有的到澳洲 最後所有人類從哪裡來 你們會看圖嗎 最後所有箭頭都來自於這裡 這裡是哪裡 這裡都一樣 會不會看地圖 這裡是非洲 東非耶 所有人類 六萬年前 從東非跑出來 我沒有現在隨便講 這是科學證據 那個計畫主持人叫Dr. Spencer 他最後的結論就是 全世界現在活在世界上 所有人六萬年前來自於東非地方 他說有黑的有白的有 有各種人種 沒有錯 但是都來自於非洲 六萬年前 六萬年前 在做什麼我不知道 只是知道 六萬年前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讓這些人開始都離開非洲 遠離非洲 那這些人就開始釋散 會看了嗎 就是最後到遍佈到全世界 我們從DNA裡面查出來 好啦 現在有問題 他說老師你講那麼多人幹嘛 你有沒有上人類史課 我想知道台灣人對不要來 對不對 那我們來追一個 一條線 叫做M174 M174這條線 你看從非洲六萬年前離開以後 來到哪裡 這裡是哪裡 南夜門 對不對 中東地區南夜門 再來跑哪裡 這裡是哪裡 會看嗎 地圖 印度 你們這樣想可能很廢話 你就想說 六萬年前有一群人 離開非洲 西加代眷 開始走走走走 有的人跑到南夜門 看這地方不錯 住下來 甚至想覺得這地方不好 繼續走 走到印度 感覺不錯 又留下來 就變成印度人的祖先 然後再繼續走 有的人不願意再繼續走 哪裡 印度走完走哪裡 這裡是哪裡 馬來半島的南部 對不對 還有印尼爪哇這一帶 對不對 M174 你們看到這個數字 M174 對不對 然後再來走到哪裡 這裡是哪裡 會幹地圖嗎 來到我們台灣 四萬年前 我們剛才是六萬年前 走到這邊 走到四萬年前來到台灣 四萬年前 我們的祖先來到佛摩莎 這個土 很喜歡住下來 就成為我們的祖先 從此以後在這邊生存了四萬年 可是還有些人不喜歡 繼續走 走到哪裡去 走完了走哪裡 這裡是哪裡 就現在的日本 對啊 日本走完 還有人不滿意繼續走 走到哪裡 韓國嘛對不對 就是朝鮮半島的北部 俄羅斯那邊交界的地方 對不對 所以最後到哪裡 西藏這個地方 新疆西藏 不知道南部 點緬這個地方 所以這是人類前景圖 現在都是抽樣的結果 都跑出來 所以那時候 韓國人知道這個消息 好高興喔 喔 我們是中國人的祖先 中國人很氣 他們很討厭韓國人 可是這是科學證據 是真的 中國人裡面有一部分 現在中國一部分的祖先 從韓國去的 對不對 沒錯啊 這是科學證據啊 是事實啊 可是韓國人從哪裡去的 日本啊 對呀很好 日本去的啊 日本人從哪裡去的 台灣啊 對不對 所以你們這些人 有一部分 是從台灣去的啊 至於住在中國 有這麼多人 有從 你看 從里海 黑海這邊過來的 對不對 歐洲人 又從蒙古下來的 又從新疆西藏這邊上去的 對不對 又有印度上去的 什麼人都有 對不對 所以有十幾二十幾種人 三十幾種人 在這個土地上面 都跑來跑在一起嘛 所以誰是雜種 誰是雜種 誰是雜種 中國人是雜種嘛 對不對 我們是中國的祖先嘛 他每部分的祖先 從台灣去的嘛 所以 中國人 要深蹤追遠 要追到台灣來 不是我們追到那邊 是他們要追到我們這邊耶 所以他就要把我們拚 不是我們拚的 對不對 你每次清明節 聖宗追遠 中國人要來拜台灣人 對不對 你們搞不清楚嗎 對不對 因為他們的祖先 是從台灣過去的嘛 你們為什麼會覺得好笑 沒有 跟無神論無關 我現在在講科學證據 就是說一旦你要追你的祖先的時候 你要追到我的祖先是誰的時候 你會追到台灣來嘛 對不對 中國也真的是一個大雜會嘛 你問中國人 什麼叫中國人 他會跟你講一連串嘛 六十幾種人嘛 漢滿門回葬苗謠 再說一大堆 對吧 所以他真的是一個大雜種嘛 對不對 各種人混在這邊幾萬年 部落戰爭打來打去 今天換這個人 贏那個人換那個人 久了這群人就沒有一個純的嘛 所以講純種中國人很好笑嘛 對吧 他們的祖先從我們過去的嘛 沒錯嘛 這個是科學證據啦 我沒有跟你講什麼 只是純粹邏輯推理 所以你來明政府 我們只跟你講幾件事情 什麼是科學證據 什麼是邏輯推理 什麼是歷史上的文件 就這樣子喔 我們一叫你畫大餅去想像 不用把事實擺在眼前 然後你自己去推論 這樣就好了 好 我要講這個東西 目的是什麼 因為很多人講說 我是中國人 很好笑 哪一種是中國人 中國人DNA什麼 你拿得出來嗎 拿不出來嘛 你沒辦法定義 這叫中國人嘛 定不出來嘛 那麼多種人哪一種才是 說漢人才是 還有一個事情 滿人不是喔 西藏人不是喔 對不對 中國人跟我辯論的喔 他後來說 我們不要講中國人 我們講 我們都是華人 是不是很好笑 現在有沒有人知道 我們都是華人 什麼叫華人 什麼叫中華民主 比如說中華民主 我說雜種嘛 什麼叫做華人 就是講華語叫華人 對不對 對不對 你講華語嘛 對不對 請問你講英文 是不是英人 是不是嘛 你講華語叫華人 那講英文都是英文 所以印度人也是英國人 所以印度人也是英國人 美國也是英國人 澳洲也是英國人 不是嘛 所以語言不是定義 一種人種的方法嘛 所以你不會因為 你講這種話 你就變成這種人啊 但那他為什麼要這樣講 讓他感覺人比較多嘛 什麼叫華人 胡說八道嘛 講華語就是喔 不對嘛 顯然不是嘛 所以你也不是華人 你也不是中國人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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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這個島上 四萬年 每個外面的人 沒有人混耶 是到最近十三十四季 才外面的人 在探索我們 祖先在這個土地上 住了幾萬年 沒有跟外界接觸啊 我們也沒有跑出去 也沒有讓人家進來嘛 是到十三十四季 長海技術開始有了之後 這些外國人 才少數的 才招來台灣嘛 所以你基本上 還維持台灣人 是majority的那種血統 是可以追溯回去的嘛 你知道嗎 知道了嗎 知道我們是誰了吧 講那麼老半天 就是幹 所以這個大特斯班斯 講了一句話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偉大的人類歷史故事 寄在我們的血液裡面 沒辦法騙的啦 不是寫歷史課本 或者跟你教育 想辦法改變你的觀念 那就佔領者要為了 要統治你方便 灌在你腦身上 所以我們怎麼對付這種謊言 證據嘛 你有去驗會就知道嘛 就像我剛才講嘛 你說財產利益 驗會嘛 那我們就驗血 台灣人真正的血統 就是在這個土地上 我們是存種啊 相對比較存的啊 M17是後代 我們講 就這條線 因為裡面 我們要追 還可以追到台灣人從哪裡來 印尼 爪哇這個地方 再追 就印度 再追追到非洲 你知道嗎 這條線是很清楚的 脈絡在走的 這個就不講 今天時間有限 這個時間 六萬五萬四萬三萬兩萬一萬 會看嗎 六萬年前這邊跑出來 澳洲很早就到了 所以我們查查看 澳洲的考古可不可以找到六萬年前 五萬年前四萬年前 好不好 我們來看 這是在法國南部的壁畫 你有沒有看 後來查出來是三萬兩千年到三萬年前的壁畫 三萬年前的人畫的 有厲害嗎 畫得好不好看 你看 馬 而且連續動作 你看還畫犀牛 有沒有 壁畫喔 獅子啊 他是用孤六指去照 一個碳的判 半衰期的判斷很準的 那時候歐洲人挖到這個好高興 很驕傲說 人類從我們這邊來 我說在DNA還沒出來之前 法國人剛挖到考古的時候 考古都以這個做證據來編歷史故事 他們就 人類文明從我們這邊開始 結果沒想到 沒多久以後 最近 印尼挖到四萬年前 過早 比歐洲還早啊 沒有錯 我們剛才看到那個圖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圖 歐洲算是比較後面時間的 對不對 比較早在澳洲 印尼 早挖這地方 所以我們後來科學證據挖出來就是這樣 四萬年前就到那邊 還可以挖到哪裡 印尼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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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裡 過去這種動物現在都沒看到對不對 長得很奇怪對不對 說壁畫畫這樣子 唯一跟它比較像是那個袋鼠而已 在澳洲挖到的壁畫 時間點四萬年前 這就正能我看來當圖嘛對不對 因為你畫它的考古跟那個也有關係 來 看看這個 有沒有看過這個東西 有沒有看過超人 你們都看過超人嘛對不對 超人電影很愛看嘛 請問你 沒有頭的超人 你有看過 沒有嘛 你超人電影看很多 可是就沒有看過沒有頭的超人 什麼叫沒有頭的超人你知道嗎 功能很強大可是沒有效忠對象 你知道嗎 沒有思考 我現在講資源回收人 他功能很強大 他可以煮飯啊 我剛才講工作嘛 他可以做得很好的努力 功能很強大可是他沒有效忠對象 人類自古以來 戰爭之後會產生一大堆的沒有頭的人 叫做recycle man 資源回收人 資源回收人 資源回收人沒有頭 可是他有記憶力 不敢相信喔 資源回收人 有記憶力嗎 我跟你講 他記憶力多久好不好 山綠平安一個月就一個月 洪仲秋三個月就三個月 阿帕七兩個月就兩個月 聽得懂什麼意思嗎 就這群沒頭人 媒體是他的頭 所以媒體有在報 他就記起來 媒體沒有在報 他就忘記了 懂嗎 資源回收人的記憶力 是從媒體得到的 他叫他去看黃色小鴨 資源人就跑去看黃色小鴨 你知道嗎 你懂我在講什麼 來 你們來台灣民政府接受訓練 目的只有一個 我們希望你們來當民政府的官員 對不對 以後來帶領台灣百姓 那我請問你們在座各位 有沒有當過一千人 一百個人公司以上的陶貝 沒有對不對 沒有吧 上次有一個童心舉手 一千人 你在哪裡當啊 申俊 以及台商管了一千多人 我說一千人不夠 為什麼不夠 我說台灣民政府訓練四千人 台灣有兩千四百萬人 平均一個人要管六十萬人 你以前不要管家人 鄉雄叫你管人 你有辦法管嗎 沒辦法 你會覺得自卑嗎 不用煩惱 歐巴馬也沒有管過兩億人 聽懂嗎 美國總統也沒有鄉雄 是不是當了美國總統 他突然就要管兩億人 對不對 他比較厲害嗎 沒有啊 他有受過職前訓練嗎 沒有啊 因為美國的制度很好 對不對 你知道美國拿 Federal Government salary 就是美國的那個payroll 那個國家公務員的薪水 有多少人嗎 細八萬人啊 350人要400萬人 拿美國政府的薪水 當公務員的有400萬人 美國總統突然湧湧來當總統 當選之後要管這400萬人 怎麼管啊 他就是一個有足度的國家嘛 投換了下面真的就移動了 所以同樣的嘛 你們不用擔心 你怎麼帶領台灣人嘛 因為後面有美國軍隊 有在帶領你嘛 會教你 那首先第一步怎麼教你們 給你們一個model嘛 教你們怎麼把人分類 把人分類的方法是這個喔 來看這個圖表 所有社會上的人分成 這邊是比較簡單的分類法 到那邊我會講越細 簡單的分類就是 四肢腳的 沒頭的跟有頭的 就是什麼 根據什麼 根據它的disposition 就是它天生的自然個性跟選擇 那下面這個膝蓋好像動物 可是我現在在講人喔 我不是在講動物喔 可是它的行為主宰好像動物一樣 你可能聽不懂我講什麼 過去高雄那裡有些年輕人晚上沒睡 晚上騎機車飆車帶五四刀 看到路人就把他捕下去 警察很生氣把他抓來 警察局 年輕人晚上沒睡在黑白給人抬 你知道那個年輕人講什麼 怎麼回答 抓人當在那邊 沒有什麼 送 這話這樣聽不下去 這像人話嗎 它不是人話 它是動物講的話 動物講的話你懂嗎 動物的話是什麼 動物的語言 就是當它那個獵食 動物獵食的本性造出來 它就想去獵食人 跟人家胎 見血 嗜血 看著水渣暴就想上 動物就這樣子 看著食物就想吃 肚子餓就開胎 所以你控制動物的方法 就用食物控制動物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 我們怎麼控制動物 用食物來控制動物 我們控制動物結果 獅子可以跳火圈對不對 對不對 烤魚嘛 要做表演嘛 海洋的生物也可以飛起來 跳給你看嘛 海洋動物園不動 用食物啊 餵牠一條魚啊 就表演給你看嘛 所以像動物的人 他管的就是吃 對不對 獵食啦 要不然就是攻擊啊 對不對 要不然就是交配生下一代嘛 就像動物一樣的人嘛 人喔 我就不說人喔 他的行為主宰原則好像動物一樣 可是你也不要小看這群人喔 這群人不是社會的底層喔 他可能很有錢喔 開的是Lamborghini跑車喔 住的是地堡喔 有私人飛機飛中國跟台灣喔 可是賣社會油給你喝 對不對 你知道我在講誰嗎 他是不是像動物一樣的人 是啊 吃種動物就是不管人家死活 當我發現我要吃的東西 我就放進來吃 對不對 至於後果會產生別人的傷害 我不管 那就是像動物一樣的人 動物分成三類 以馴服的程度來劃分 越下面越physical 接近肉體 越上面越有開始有主觀意見 然後再慢慢上來這一個 是沒有頭的人 他所關心的東西是這些 那他以遵守法律規範的程度 以及執行效率來劃分 叫social smart 然後最上面是什麼 有頭的人 我先講有頭的人給你們聽 上面有頭的人 你有聽過樂森療養院 樂森啊 麻蜂病人嘛 住在裡面嘛對不對 他經常要換藥 從美國來的那些傳教師 白人長得又高又帥 帶著漂亮的太太 年輕的時候 就來到台灣 一輩子就幫這些人換藥 太鼓了啦 連台灣人都不敢聰明 結果這些外國人 願意一輩子奉獻 在廊板院裡面幫他們換藥 每一天喔 領的薪水也不多喔 吃飯吃得跟我們一樣喔 待會兒看得很感情 就怕負責寫了 寫了支票寄給他 30萬15萬 結果你知道那一船 那是拿到錢怎麼樣 第二天又捐出去了 你是不是台灣人覺得很奇怪啊 我給你錢這樣做又捐出去了 那是因為你不了解他是誰 他是有所謂的人 他今天來到垃圾亮亮幫你做 是因為他有效忠對象 他效忠他的上帝嘛 他上帝叫他來他就做這件事嘛 所以他這輩子活的目的是 以取悅他的上帝為他的活的目的嘛 對不對 上帝叫他不准他來台灣 他也不敢來 上帝叫他去非洲 他就變成死懷澤 上帝叫他去印度 他就變得蕾莎修女 懂我的意思嗎 看上帝要他去哪裡嘛 這個頭有黑頭也有白頭 黑頭就像IS一樣啊 他也是宗教狂熱分子啊 效忠他的神啊 你叫他去台郎也去台郎耶 所以也要看你效忠誰嘛 在這個階段有頭的人 他講究什麼 真善美 真理 宗教 而且觀念是絕對 事情的是非對錯是有絕對的 對下面這群人的話 什麼東西都相對 什麼叫真理 端看當時情況來決定 你知道嗎 下面的人不會講究是非對錯 但上面的人會講是非對錯 對就是對 錯就是錯 很分明的啦 那就是我頭的人 沒有頭的人就是這樣 他功能強大 就是我剛才看那個超人 功能強大 可能當我們的市長 可能是客謀專家 可是他沒有效忠對象 效忠很好耶 他就是功能做得很好啊 這樣而已 村內其他沒有 那這種上面的人 對於美的東西 他有判斷力 所以藝術品對這些人來看 一直是美的 那是醜的 可是下面的人看不懂 所以你怎麼樣跟下面的人溝通 什麼是藝術 你就跟人講說 這幅畫值兩千萬 哇 這樣喔 那他一定是好畫 可是他自己沒辦法下判斷 但是他衡量所有事情 都用金錢來衡量 了解嗎 只要給他足夠的錢 錯的事情他可以接受 就這樣子啦 將就一下啦 大家都有好處嘛 你知道嗎 那種沒頭的人 他沒有價值判斷標準 他就是以金錢來判斷所有事情 動物的話 看到食物的判斷 所以過去 欸 你有聽到別人說這幾個嗎 那客人要做什麼 沒做飯吃 有沒有聽過 你去學鋼琴幹嘛 有沒有當飯吃 去學畫畫幹嘛 沒有辦法當飯吃 有沒有聽過 有嘛 那種人就是動物 講那種話就是動物 為什麼 因為他評估事情 有沒有價值 是根據他可不可以吃 可不可以換飯來吃 如果沒有換飯來吃 他沒有價值 是不是動物 是不是 動物 動物才會講這種話 所以以後台灣人問 你吃飽嗎 以後更不要說 對不對 吃飽了就幸福嗎 所以外國人就說 How are you doing today 你今天過得怎麼樣 對不對 這才像是人的對話的問候語 沒錯吧 好啦 不要花多少時間講這個 講到這個 我請問一件事情 你們今天來這邊上課 是希望透過上課 來改變你的 請舉手 沒有啊 你今天來這邊上課 希望透過上課 改變你的人 請舉手 希望透過上課 沒有啊 那你們只知道 聽好玩的 來了解一下 很好 丁蓋 丁蓋有人說 我就希望自己得到改變 我跟你講錯了 不會改變 為什麼 因為你交男女朋友交往多少年 你可以改變你的老公嗎 結婚了四五十年 都不會改 所以人是什麼人 本地就是這種人 不會改 你不會因為來上課 你跟你老公相處三四十二十年 都不會改 你憑什麼來我這邊上一堂 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你就會變 不會變 對不對 人不會因為聽課改變 那你就要問下一句話 那我來上課幹嘛 是不是 那我來上課 那我跟你講答案好不好 追求共同的理念 追求共同的理念 你的理念跟我的理念一樣嗎 會必要改 對啊 那 像度的話 會有什麼事情 好 那我先解釋一下 其實 我要改變你是不能的 因為你本來就是這種人 你現在只來得到確認而已 對不對 我已經有主見的人 我跟你講 來這邊上課都是這種人 你就是本來就這種性質的人 才會來聽法理的課 你才聽得下去 你聽到對的東西 你頭腦會清 這個人講的有道理 你如果胡說八道 你怎麼大家去討論 可是我跟你講 你不是這種人的話 就在後面打瞌睡 我這邊上課的很多 聽不懂法理 就在後面睡覺 因為他怎麼講那麼難 我聽不懂 對不對 所以你們今天來這邊 你本地就是這種人 什麼人 你就是對法理很在乎很清楚 對是非對錯很清楚 很在乎的人 才會來上課 對不對 外面我們都要去奇奇怪怪 一定有什麼問題我想來了解 那這就是我們要的人 台灣民政務要的是有頭的人 就對錯很在乎的人 過去你在那個不好的土壤裡面 長不大 為什麼 假的嘛 邊造的謊言建構的政權 你在裡面什麼都不對啊 怎麼這樣子講歷史 怎麼這樣子看待事情 怎麼樣這樣處理事情 為什麼會做對台灣不好的事情 怎麼做下去 搞不清楚嘛 你在錯誤的土壤裡面長不大 可是你來到法理的土壤 你就會得到正確的養分 你就可以長大 茁壯 變成大樹 對不對 因為你一樣的 下面的土壤是對的嘛 對的養分嘛 這樣知道嗎 來 我問你們一個簡單的事情 這個時候先給你們看 以後 社會上99.9%都是這種人 不是像動物嘛 就是沒有頭的人 真的喔 99.9% 那你們是少數中的少數喔 我們是要給你裝頭的 就是讓你效忠對象 效忠什麼 效忠做外土地 效忠日本天王 效忠這個歷史上本來有的身分 效忠你應該是誰 先把你的愛登的底線找出來 你才是對他真正的盡忠 要不然你會做錯事情啊 你的一輩子會努力會成空 你如果沒有選擇對的方向 就是成空嘛 對不對 整四人外到老了 原來是 替人算錢喔 用賣掉都不知道喔 原來是替人家算錢的 來 看這個 按照不同的社會 這個比例不同 越未開發的社會 下面這群人越多 佔百分之四十到六十 越先進國家 這中間中產階級越多 你看這樣 可是真正上面的這群人是少數 來 問你們簡單的問題 你們這輩子 這個是很自然的問題 你們認為 追求自由、幸福、快樂 就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標請舉走 自由、幸福、快樂 就是我這輩子追求的目標請舉走 你同意嗎 你呢 有其他答案 我的答案是比較不太好 好 你講講看 沒有 我的答案是為了 什麼 什麼 為家人 為家人 為家人而活 他是 等一下 為家人而活 這個好 搞不好比自由、幸福、快樂更具體 你為他而活 你會覺得有自由、幸福、快樂的感覺嗎 不會啊 我會覺得很痛苦 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 我覺得很痛苦 因為是壓力更具體 喔 這樣子 他是第一個回答這個答案的人 他的是很具體 他答案其實很具體 其實我剛才講 你追求自由、幸福、快樂 不應該是你人生追求的目標 他對耶 他為家人 他會提供他們的需要 這是很具體可以達到的目標 對不對 可是你定的不夠清楚 比如說家人要得到什麼程度 比如說小孩子要念到大學 就是具體的目標沒出來 你只是想說我為他們而活 那怎麼會為他們而活 每個人要得到什麼結果嗎 你可以具體的講出來 每個月有多少錢的收入 好 那就設了一個標準 就是大學畢業 然後也具體的讓他們成家立業 房子買 OK 很好 到成家立業房子買 好 那就達成目標了嗎 沒有 好 那你的還要怎麼樣 其實我的生存 我媽在往生之前 還有交代我的任務就是 因為我會每次也不聖 然後我可能要洗腦 但我在最後 我可能要捐肝捐聖 要捐肝捐聖 那很具體 那我跟你講 剛剛講說自由、幸福、快樂的人 其實你的目標定錯了 他這個是很具體 達成就是達成 結束就結束 聖也捐了 肝也捐了 就結束了 你的目標就了 對不對 到捐完的那個當下就結束了 對不對 所以你是一個 reachable 可以goal 這個目標是可以達成的 可是你們的目標是空泛的 因為自由、幸福、快樂是一種感覺 對不對 它不是一個具體可以達成的目標 所以你們是感覺型的人 對不對 追求一種感覺 另外一個 自由、幸福、快樂是什麼 它是附產品 附帶有的 是你做某些事情 附帶而來的感覺 我舉個例子 如果一個醫生說 我以賺錢為目標 這種醫生你敢不敢去看 不敢對不對 但是如果這個醫生講說 我這輩子就是努力的 提供病人最好的服務 這種醫生好不好 不錯 對不對 因為這樣所以他來了很多病人 因為來了很多病人 所以賺大錢 這樣可不可以 這樣賺大錢就對了 但是如果以賺錢目標的醫生 很可怕對不對 一次就好給你看幾次 對不對 那這種醫生如果遇到 不賺錢的事情他不做 你如果沒錢不要來看 對不對 他以錢來衡量要不要看病 如果這個行業 比如說副展科現在不賺錢 他不念副展科 他去做醫美 因為他賺錢是他的目標 醫生只是他的手段 這樣知道吧 所以你講到自由幸福快樂的時候 你要先聽清楚什麼是我的目標 我舉個例子 有一個女生 看到一個女生覺得 她好像可以帶我自由幸福快樂 我就嫁給她 嫁完以後發現這沒偷彈 又不努力念書 又不好好工作 算了離婚再換一個 這個不行再換一個 這樣對不對 不對嘛 照理說結婚是兩個人互相相愛 願意一起結合在一起共度人生 平手之族建立家庭一起辛苦工作 對不對 最後 爸爸做爸爸該做 媽媽做媽媽該做 小孩子生出來以後 好好念書 回到家裡爸媽煮一頓豐盛的晚餐 然後一起享受 自由幸福快樂的感覺 這樣對不對 對嘛 因為他把目標設對了 所以是半生來的一種感覺 他是副產品 你覺得我為什麼要這樣講 我為什麼要這樣講 因為台灣人很喜歡講一句話 官都好啦 我扮他家 很好啊對不對 真的啊 外面台灣人都是這樣 功能導向嘛 相官都好啊 那時候有問過啊 我說 你們台灣人是不是很討厭國民黨 我說是啊 你為什麼討厭他 我人家說 吃相很難看 我說 那如果吃相很好看 你是不是就喜歡他了 你懂我的意思嗎 他說 國民黨都沒有照顧我們好 如果把你照顧好了 你是不是就接受他呢 不對嘛 不應該是這樣子嘛 那句話的 我幫你翻譯一下 那個意思就是 有奶便是娘的意思 對不對 你只要有功能達到我的需求 我就認你 叫我叫你老婆都可以 對不對 所以台灣人不是這種人嘛 我們不是physical 生理上需求得到滿足 我們就OK的人 你要先搞出 他是不是你父母親啊 今天就算他沒有能力照顧你 幫你休息短 比如說他是小癌麻痺 或者智障的父母親 他還是你的父母親啊 你不能因為他功能不完全 他就不是你爸爸媽媽 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不會因為我自己老爸生都壞 老母生都壞 我就不認他是我父母親 你人的比較好處 不會啦 這是一個事實的陳述嘛 你懂嗎 你懂嗎 人要有這種 應該有的良心 就是說 你北部就算怎麼好 怎麼不好 他還是你父母親 這是一個純 對不對 你沒辦法deny的事情 我不要講這個 我講說台灣人 你要先搞清楚這是誰 不能說誰有給我飯吃 什麼罐都好 那你來上課 我們就是幫你找回這個 到底台灣人是誰 你真正的identity是什麼 你才知道你這輩子沒有白活 白過 來 台灣時間 這張圖看得懂 舉手 看不懂 我保證你們看不懂 這個看得懂 請舉手 有沒有人看得懂 也看不懂 看不懂 請舉手 我要知道一下 你看不懂嗎 看不懂 那我只問看不懂 請問他畫的是飛機大砲嗎 他是不是畫飛機跟大砲 不是 他畫的是男生還是女生 你看得出來嗎 男生女生 那個捏那麼大 男生還是女生 比較像女生 去畫幾個人 這裡面畫幾個人 會不會算 五個 你看你都看得懂 你怎麼說你看不懂 你知道不是飛機大砲 他是畫女生 又畫五個人 你看得懂 你 這個你看得懂 看不懂 這就看得懂 我還說你看不懂 請問他畫的是誰 你說你看得懂 結果你看不懂 你知道是個羅女 他叫維納絲 他叫維納絲 請問他在做什麼 管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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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做邱比特斯艾神 他現在大號 棒賽 你竟然在上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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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這叫多點透視法 這個叫做 極端的立體畫拍 這個在17段 皮卡扫畫的 上個世紀 1907年就畫的 你阿公阿嬤 做那段遊圖 你現在看不懂 你看 我舉個例子 我們要看立體畫拍 這個是不是麥克風 這樣看是不是麥克風 都是嘛 對不對 這樣看才是麥克風 這是我這樣也是我這樣也是我 不一定嘛 所以時間固定觀察點改變 就產生立體畫拍 你這個臉不一定從這邊看 這樣看這樣看 從不同角度看把它放在一起 就變成這個 所以你平常照相的時候 最左邊就是傳統的 我看的時候就這樣看 不能移動 你照相的時候一動 是不是就灰了 鏡頭不能搖晃嘛對不對 你要不動嘛 不動就看成這樣子 你如果時間固定 打好幾張把它放在一起 變成立體畫拍 這樣知道嗎 這個觀察點越來越多的話 變成極端的立體畫拍 叫block畫的 一下就解清楚嘛對不對 現在知道嗎 但是不管這三個圖 consistency 叫做一致性 我今天來這邊穿西裝 打領帶 穿皮鞋 請問我右邊如果穿皮鞋 左邊穿高跟鞋 你覺得怎麼樣 你頭髮掉了 對不對 因為你的系統不一致 對不對 這就是我要講的 系統不一致會變什麼 這種奇怪的話 又是這個又是寫實又是什麼 沒看的嘛 因為他不曉得還在說什麼 聽得懂嗎 他的系統亂掉了 所以現在我就要講這個字 consistency 另外叫 integrity consistency 什麼 它是存在的 law 先講法則 什麼叫做法則 the law 我不再講法律 法則是放諸宇宙接準的道理 叫做法則 比如說 在宇宙中有什麼 萬有引力 對不對 任何兩個物件會產生引力 對不對 叫萬有引力 在地球上有什麼 地心引力 所以你只要住在地球上 你寫的建築法規 是不是一定要考慮地心引力 你不用軟蓋嘛 你有特定的那個建築系數 或者那個重力啊 或者要結構力學都要算嘛 通過我才會讓你蓋房子 我家會鬥嘛 那就是什麼 尊重大自然 有地球上有地心引力的法則 沒錯吧 這是不能改變的東西 那你如果有家庭制度寫民法 我就要保護家庭 因為人類要傳宗接代 所以我會保護家庭制度 讓一男一女結婚生後代 我要規定你要怎麼照顧小孩子 小孩子要得到起碼的照料 這樣我人類才會繁衍下去 我會鼓勵結婚 我會保護家庭制度 對不對 那我問你 在這種我們人類只要活在這個宇宙當中 我們就要遵守這個宇宙的法則 對不對 你如果跟他抵抗完不一樣 是誰倒楣 宇宙會倒楣還是人類會倒楣 但是自己倒楣 你從伊犁印上往下跳跳看 你要不要挑戰大自然的地性引力法則 不可能挑戰你的系 所以是人類倒楣 不是大自然不會倒楣 我現在講的就是 那這個宇宙的法則 它有一個叫做 就是一致性 你不管到地球的哪個地方都受到地性引力的影響 你不管到宇宙哪個地方都受到宇宙的影響 對不對 沒錯吧 那什麼叫 consistency 就是指一個形式系統中不蘊含矛盾 法庭雙方都在證明對方論述矛盾 再講一個東西 這個一致性也應用在法律上面 所以法律雙方在變來變去都在表現 證明對方的證據或者他說法 跟他得出來的結果是不一致的 對不對 他就倒了嘛 所以我們這名政府已經去告過美國 結論是對我們有利 為什麼 我們指出美國不一致的地方 它哪裡不一致 我們就問他 請問舊金山合約資金是不是仍然有效 舊金山合約 你們知道舊金山合約 知道 那我跟你講 這個條約跟台灣有關有兩個條約 一個是馬關條約 我剛才講 你知道嗎 下關條約就是馬關條約 大清打敗大日本帝國 對不對 大日本帝國打敗大清 然後隔讓透過條約來尋求和平 那下一個就是說馬關 就是舊金山合約 是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大日本帝國戰敗了 大日本帝國包括台灣 包括嘛 所以我們也是戰敗國 對不對 戰敗之後要簽訂條約 來settlement 就是來擺平戰爭所造成的傷害 對不對 要簽約嘛 就是舊金山合平條約 所以跟台灣有關只有兩個 上次是舊金山合約 從下關條約得到台灣 大日本帝國拿到 在舊金山合約裡面 放棄對台灣的管轄權 對不對 跟台灣有關就是這兩個條約 現在知道舊金山合約是什麼嗎 你現在知道了嗎 你現在知道了嗎 對 那不是一次世界大戰 中日甲午戰爭 你不要用錯了 那是1895年 沒關係沒關係 我這邊正常跟你講 然後最近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台灣因為戰敗 所以我們會涵蓋在舊金山合平條約 決定台灣到底是歸屬於誰 知道嗎 好 然後我們在美國的法院 告美國政府說 我們根據舊金山合約 你是我們的主要佔領全國 同不同意 美國都同意啊 我說既然我們是你的佔領地 為什麼我們要去當兵 為什麼我們要買武器 對不對 為什麼我要改變我們的國籍 為什麼要改變我們的語言 這都是違法的 在美國的條約裡面 跟外國簽訂的條約 它的位階等同於美國憲法 美國是一個三權獨立的 它是遵守法律的國家對不對 你指出它的宣稱 憲法裡面宣稱 跟它的行為不一致 它就完了嘛 所以它才嚇到了 趕快幫我們台灣人成立什麼 台灣民政府 我們是美國人幫我們成立的 被佔領地區的百姓 要成立民事政府 真的嗎 軍事不是我們管的 你要保護我們 你佔領我你要保護我 不是叫我自己去保衛自己 我是被佔領地的百姓啊 你知道嗎 在戰爭法裡面 你被人家佔領 你要受到佔領者的保護 不是你自己要去 還幫他當兵 那就奇怪了 所以我們就告美國這一件 我說你承不承認你是台灣這塊土地的 承認啊 國務院本來還是知乎其辭 到後來不行了 美國的法院說 當然有效啊 究竟到現在都還有效了 現在知道了嗎 慢慢了解了 跟台灣這塊土地有的關係 那我們繼續在法院告 所以台灣民政府成立 成立之後才開始對台灣人講這件事情 因為你過去被中華民國流行政府 都給你洗到你又搞不清楚自己是誰 現在我們把歷史全部還原 讓你看清楚 美國也在支持我們做這件事情 所以台灣民政府的後面是什麼 美國軍事政府 要不然我們在這邊叫中華民國離開這種事情 老早就被抓起來了 怎麼可能這樣子 陰謀推翻政府對不對 判哪一國啊 我們根本不是你這一國的人 對不對 是日本 這個根本無效 對不對 我們最近判決的內容有一個很有趣的 最後法院說 當初改變台灣人國籍那個文件 其實是南京政府在宣布的 因為那時候中華民國的政府在南京 到現在裡面克剛也是 他下令陳怡頒布這個什麼台灣的 這個身份證的東西 因為他也要接受上面命令 那我問你 南京政府有沒有權力去宣布 另外一個國家的國籍的人的國籍改變 無效嘛 所以在美國的法院裡面看 那根本無效的事情 為什麼台灣人要去相信 有趣在這裡 所以整個歷史翻起來了 現在台灣人都知道 喔 原來我們大日本帝國國籍 沒有人可以把我們剝奪掉 是我們台灣人搞不清楚 跑去認中國人想要做 簽簾去拿他的身份證 現在知道了嗎 整個歷史的秘密 就在這一次的訴訟案中被翻出來了 大翻盤了 這個好戲我慢慢在講 因為是初級班我不要講太多 其實蠻讓人興奮的一件事情 來 consistency 是指這個東西 那還有比較 integrity consistency 就是一致 你在法院是在做這件事情 我們只是光是透過法院對美國的訴訟 就產生這麼多結果出來 包括民政府的成立 包括我們在這邊 一直不斷地對台灣人講 包括中華民國慢慢就取消 中華民國現在沒有軍法了 沒有軍法就是沒有軍人的意思 他為什麼甘心樂意把軍法給拿掉 所以現在那個上次憲兵去抓人 他怎麼沒有軍法整判 為什麼不是軍法官 你亂講 軍法是最近在猜測的 以前還有軍法 什麼蔣經國走了軍法就不見 沒有啦 最近猜測之後 現在有檢察官起訴 對不對 你也不知道 可以上網去查一下 就知道了 對 上網去查 而且我們官網也有很多相關的資料 那還有另外一個 Integrity 只要有軍人就一定要有軍法 要不然你沒辦法管軍人 因為軍人的行為 跟一般人民的行為是不一樣的 軍人可以殺人 一般人民不可以殺人 軍人殺敵人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那是合法的啊 那你可不可以叫檢察官來判案 不可以啊 所以civilian 就是一般百姓是用民法來判 但是軍人一定要用軍法審判 對不對 來 你們 我再跳一下 所以我剛才講說大自然法則的 law nature law 自然法則做基礎 在這上面建各 the law of war 戰爭法 這叫國際法 law of nation the international 國際法 萬國公法 我們所有的法律 是一層一層的建構起來的 最下面叫做自然法 the law of nature nature law 然後再產生 這是國家跟國家之間的 相關的法律 這是國家之間會戰爭 要規範戰爭行為 比如說你不可以對被佔領地的百姓 徵兵抽稅 不可以叫他們去買武器 中華民國這個奧打的政府 每一樣都做到了 全部違反戰爭法 所以我們現在就去告啊 你知道我們最近告中華民國政府嗎 他也出庭喔 他也出庭喔 在WGDC有律師代表他們出庭喔 我們告美國政府啊 你如果假的事情沒辦法成案耶 你根本就連法院都進不去耶 那中華民國怎麼會出現在美國的法庭 有意思吧 是不是 你們要想一想喔 我現在不講太多 然後在這個基礎上面 在建構不同 constitution for each nation 不同國家的憲法 憲法之後才有他們的Civil Law 憲法各種法律 所以法律是有一層一層的 來 今天我在講的藝術史 很多人講說 徐老師主持人的歷史都 老早都還給老師 不重要啦 我說錯了 史觀很重要 觀點會影響立場 立場會左右選擇 選擇之後會產生行為 行為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我再講一次 史觀很重要 觀點影響立場 立場左右選擇 之後產生行為 行為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你有你的觀點 我有的觀點 男生男生的觀點 女生女生的觀點 誰的觀點比較重要 北美有北美印第亞人 北美有北美白人的觀點 誰的觀點比較重要 誰的 有實力的比較重要對不對 我舉個例子 有一個女生結婚 很想表現一下 老公你坐那邊 晚餐那時候 租菜 租主委 租三道菜以後 叫老公 老公你先吃 老公說不定我先吃 等你菜都煮完 湯弄好 我們再一起開動 新婚了 太太說不要不要不要 你先吃你先吃 新生公 搞什麼 我不要 我從小到大 大家都是全家到齊開動 吃飯 老公說我家做生意的 誰到誰 流水席 先到先吃 你這樣是不是就吵架了 是不是 兩個人都把他從小到大的觀點 帶到婚姻裡面 剛結婚嘛 可是你從小到大 都有一個觀點看法 對事情處理的方法 對不對 兩個人渡到什麼 強棒 對不對 不同的觀點 是不是衝突 衝突之後要怎麼辦 猜拳 猜拳 猜拳不成呢 那不同意猜拳呢 要協調嘛 對不對 如果協調不成呢 最後怎麼樣 離婚 很快 離婚之後長 我跟你講 兩個人觀點不同 最後頂多是離婚 可是兩個國家觀點不同 是怎麼樣 戰爭 打仗 死人 幾百萬人就跑到歐洲去流行 去旅遊 去尋求人家庇護 你懂我的意思嗎 觀點不同 在兩個人裡面頂多是誰 沒什麼了不起 但是兩個國家觀點不同的話 是打仗 戰爭會死很多人 死很多家庭 死很多小孩子 躺在沙灘上面 趴著 對不對 我在講這個 所以死官這麼重要 當然重要啊 死官如果錯誤的 一群的台灣人 今晚還以為是中華民國人 明明是大日本帝國的人 還以為是中華民國人 繼續去當他的兵 繼續繳他的稅 其實台灣人都不用 不用當兵 你是被佔領地的百姓 為什麼要當中華民國 是中國流氓政府的兵 他是流氓政府 他也不應該在台灣有國防部 你知道嗎 因為這不是他的土地 你對人民爭兵 一定要主權獨立國家 行使這個權力 你中華民國既然 中華民國是流氓政府的人 你知不知道 中華民國憲法到現在 沒有包括台灣 中華民國是不是離開他 他本來土地的所有 離開中國來到台灣 不是他的地方 他居然宣稱 這邊有一個中華民國土地 在台灣 土地你沒有取得的條約 什麼時候中華民國 透過條約拿到台灣這塊土地 沒有任何條約 對不對 他應該有公開樓的宣言 宣言不是交易的條件 任何國家土地的交易 一定透過條約 不是透過宣言 我可以宣言101是我的 講1000字也不會變你的 你要跟人家講101字多少 350億 好 我出350億 買下來 以後那個產權上面 名字換成你的 你這才就是交易 那叫做條約 要實際上有交易 才會成為你的 你不會因為一直在那邊 吼吼叫來這個女生 就變你老婆 不會啊 一定要婚約 簽訂條約 雙方同意 國家跟國家更是如此 哪是你這種兒戲的說法 對不對 所以中華民國至今 並不擁有台灣 他來這邊只是一個流亡者 他是一個國家沒有錯 他有金門馬祖 但是中國不是他的 中華民國存在的 為什麼他存在 因為這次我們告他 他跑出來了 對不對 可是中華民國是一個 四分五裂的 號稱國家 他也有邦交國不是嗎 是不是 22個 雖然很少 號稱是邦交國 他的土地在金門馬祖 他也不敢回去 台灣也不是他的土地 他的人民住在台灣 搞他的立法院 搞到什麼 搞到台灣人也跑去跟他選舉 他的雙向員那邊 升旗被美國打槍 美國說誰承認你啊 我們是一個中國政策 哪輪到你中華民國 來宣稱中華民國呢 在美國眼中 你根本沒有中華民國啊 他不會承認的你知道嗎 台灣這是什麼東西 那你自己說得高興 來 我不講太多 因為是初級班 不需要知道那麼多 來 我們跳一下 現在 我們最糟糕 台灣這個土地 是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因為佔領者的故意 把你過去歷史抹掉 雖然我們對日本時代的歷史都不知道 對不對 我現在給你們補充一下 好不好 我講了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台灣的民進黨啊 國民黨都很喜歡講 台灣的民主是最珍貴的 我們需要保護它 對不對 那我跟你講 荒唐 台灣的民主系統是荒誕 為什麼 佔領者怎麼會跟被佔領者 混在一起選總統 是不是 兩人一式互相衝突 怎麼可以選總統 你懂我的意思嗎 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所以啊 你知道這隻是什麼嗎 它不是羊喔 它是狼啊 狼穿著羊皮混在羊裡面 你們知道嗎 佔領者穿上皮 正在跑到裡面啊 你們不懂 好 對你們來太難了 我來講這些簡單的 我今天是幫助台灣人 從智納系統走出來 以前台灣叫什麼名字 台灣叫什麼名字 母親的名字叫什麼 母親的名字叫什麼 台灣喔 不是 這本來叫什麼 佛爾摩沙 也不是 我跟你講 母親本來沒有名字 我跟你講 台灣這塊土地 本來沒有跟外界接觸 對不對 你為什麼要有名字 你名字是因為 開始跟外界接觸 人再來給互名 你自己在裡面住久了 不會有名字 北美印第安人叫印第安人嗎 不是 那個白人叫的 他不會在那邊說 我叫印第安人 因為他根本沒有離開那個地方 哪知道世界有多大 但是美國人 白人跑到那個地方 以為來到印度 說這叫印第安人 是不是很好笑 你知道什麼邏輯嗎 所以印第安人是被白人叫出來的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嗎 不是啊 在白人來之前 老早就有新大陸 本來就有美洲 上面老早也住很多人 不是嗎 來請坐 所以以前 人家我的雜誌 《國家地理頻道》 在1920年的時候 你看 他雜誌封面寫什麼 FORMOSA THE BEAUTIF 是不是叫我們FORMOSA FORMOSA FORMOSA 對不對 這個是什麼 以前轟炸台灣的時候 是這個耶 B-29 轟炸台北的時候的照片 紐約報紙上面 Tons of Explosives 或什麼 FORMOSA 這是有關於 二戰的時候 對台灣空襲的新聞報道 說到這 台灣有沒有經歷戰爭 世界大戰 台灣有沒有參加 有嗎 那我們是誰 那時候替誰打仗 日本 我們是日本人 我們是日本軍 替大日本對我打仗 打誰 跟美國打仗 對不對 沒錯 所以美國人來轟炸我們 這都確定了嗎 我們是戰敗國 沒錯 確定 這是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 in San Francisco 大家知道嗎 把條約內容給你看 那上面想什麼 Japan renounce all rights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Pescatores Formosa就是我們台灣 Pescatores就是澎湖的意思 所以有沒有用到台灣這個字 沒有 在條約上面都用Formosa這個字對不對 這是我們法律上的名詞 我再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時間不夠 你們什麼時候開始知道自己存在 第一次接受到媽媽的奶的時候 對不對 肚子餓嘛 剛出生的時候肚子餓 好 媽媽給你洗淋 沒錯吧 你透過媽媽的知道說自己存在 然後之後兄弟姐妹跟你玩 之後爸爸在跟你玩 親戚朋友跟你玩 你的建構的參考點越來越多 所以你的存在感就會越來越強 對不對 沒錯嘛 因為以前只有跟媽媽互動 但是沒有媽媽之前 你還在慢慢在figure out自己是誰 所以從小到大 如果被呵護長大的小孩子怎麼樣 他存在感就很強 對不對 他可以確認他自己 定位好幾個對不對 存在感很強的小孩子怎麼樣 自信心就強 自信心強的小孩子怎麼樣 學習力就強 因為他有自信 學習力強的時候 他就可以貢獻給這個社會 貢獻給家庭 沒錯嘛 但是這個過程當中如果出了問題 比如說一出生的小孩子 在耗 被打臉 媽媽不高興 彈在嘴巴 那小孩子會嚇一跳 因為嬰兒的時候 還不知道他 我只是有需求 為什麼就被打 所以我那時候到育幼院裡面 帶一些水果餅乾糖果 帶小朋友玩遊戲 可是每次都有一兩個小孩子 唱在哆啦咖哩走出來 我九兒就問那個老師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他說他們都是受女兒 小的時候 出生的時候被虐待到大 所以他很低的存在感 他都不希望人家知道他存在 嘴巴繼續吃東西 可是窩到桌子底下 你知道嗎 存在感很低的小孩子 他不希望你知道他存在 因為沒有自信 沒有見過好的 你知道台灣人從小到大 就是受女兒嗎 我是台灣人 打下去 我台灣人說台灣話怎麼不對 發生 發生 你們新的一代沒有 我那一代也是這樣子 以前你一講台語就要被罰錢 對啊 發生 變成羞辱 台灣人沒水準 奇怪 我說老婆給我罰話 所以我們從小都在被虐待著長大 沒錯 我們也有低的存在感 我們更糟糕的是什麼 還被灌一個假的名字在我們身上 我說台灣人 不是 你是中國人 你是中華民國人 是不是 還給你灌一個鬼子名 你知道為什麼是鬼子名嗎 中華民國是一個流亡政國 他要離開他的身體是不是鬼 他的身體在中國 除非他回去 對不對 中華民國是存在沒有錯 可是他來到台灣變成鬼 不存在 在台灣存在叫做台灣治理當局 他跑來這邊宣稱他在這邊 那就是一個鬼名字 來 我再講一個故事 來 我再講一個故事 以前有個地方叫格拉森 在聖心上有個故事 蠻好玩的 地方天然有很多死灰原洞 人死了以後 寶寶等一來就好了 久而久之那邊形成一個墳場 那這個墳場一多 你知道死人多 那個多你就多 對不對 魔神那座 魔神那座多了就會什麼 產生鬼附身 那邊有個年輕人就被鬼附身 那時候耶穌來的時候 那個人被鬼附身 先講那個鬼附身的年輕人 每天不穿衣服 吼吼叫叫的 當地的百姓就覺得 這個很麻煩 用鐵鏈把它綁起來好了 結果他又恐無有力 又把洞一下弄斷 又衝到外面去 吼吼叫叫 所以那時候耶穌來的時候 他就衝到耶穌的前面說 喂 永聖上帝兒子 我時間還沒到 你現在就來是怎樣 是要叫我順帮 叫我現在就下地獄 耶穌沒有跟他講話 只問他一件事 年輕人 你叫什麼名字 你叫什麼名字 你知道那個人在那邊發抖 講不出來最後講什麼 我叫群 那個群不是他的名字 因為他附在他身上的鬼很多 鬼替這個年輕人回答 結果是說從這個人身上出去 所以耶穌是代表真理 真理一出來這鬼就跑了 就跑到旁邊那幾千頭豬 就浮在身上 豬就衝到海裡面全部淹死 這些鬼跑掉以後 這個年輕人就恢復正常 就把衣服穿起來 知道自己是誰了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故事 過去台灣人說你到底是誰 我是中華民國人 中華民國在台灣 對不對 你放幾個名字在自己身上 這不是你的名字 我是台灣人 我也是中國人 對不對 過去在我那年代都是這樣講的 現在真理出來 就是我們把台灣的法理地位 掀出來之後 我們就知道這個 不應該在這邊統治我們 對不對 你不可以用中華民國的名義 來統治我們 因為要按照法理治療地位來統 人在台灣執行 就是美國的主要佔領全國 中華民國不應該以中華民國名義 來對我們徵兵抽稅 給我們改變我們的教育 改變我們的語言 所有都違反戰爭法的事 對不對 那是因為我們把這個法理的真理掀出來之後 整件事情跑出來了 貪在陽光底下 那如果這一帶貪下來 這個鬼政權就要跑掉了 他所宣稱的假的就要消失掉 對不對 所以現在一步一步這些在離開 不能再宣稱了 現在知道了嗎 台灣人就跑掉了 我基本上 我跳快一點 今天時間不太夠 來這就是我剛才講的 貴給台灣大清殖民的時候 它叫殖民地 它給我們的地圖是怎麼樣 是不是少掉右半邊 因為右半邊都不是它管的 你們是不是讀歷史的課本講說 鄭成功佔台灣 對不對 你知道鄭成功的勢力範圍多大嗎 只有台南而已 其他還不是他管的 其他勢力範圍有 荷蘭有大多 紅國有西班牙 鄭成功勢力就那麼一點點 你跟我佔台灣 請問你那時候用多少的兵力 有多少軍饗可以發 有多少人可以佔台灣 你懂我意思嗎 台灣那麼大 你正常說有幾個人 不可能 實際上勢力範圍 你們可以上網去查 實際上勢力範圍 那我現在就是補充 時間不夠了 幫你補一下那段時間 我今天可能會多一點時間 應該到來放一些影片 大日本帝國台灣 歷代總督1895年到1945年這段時間 第一代總督華山智希 第二代總督貴太郎 第三代總督乃木西典 第四代總督兒園太郎 你看照片有沒有 左邊就是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乃木西典兒園太郎 這個人是誰啊 他叫後藤新平 那時候因為他是將軍 比較沒有時間來這邊 後藤新平是行政長官 建設台灣 做了什麼事情 1895年第一代總督軍政轉民政 就是1895年拿到台灣之後 日本人開始進來建設台灣 做了什麼事情 一個圖表 有沒有看到 製作會檢免預告 地方官制委任立法制度確立 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創始 司法制度確立 地方法院 副審法院 高等法院 警察制度 理番制度 醫院設置 阿便制度 教育制度 郵便定性實施 定期行路開始 督樑橫改正 財經金融制度 大陸建設的地方要花很多錢 來 這都要看 那我直接跳一下 那時候你到大日本帝國議會去查 你們會日文的話 就看每年預算 因為那時候大日本帝國 議會撥款到台灣建設 多少 軍事費用多少 當時明治28年一般關係 預算多少 八千萬 第五代 左手間走馬太 做什麼 台北市街道 地下水道設置 縱貫線已經全通了 中央研究院開設 化學部 衛生部 你看 農會 這1906年已經做了這麼多事情 後來 第六代總督 1915年的時候 做什麼 第七代 明石 台灣電力諸事科 就是台電 那時候已經創立 第八代總督叫田建智長 為什麼要特別介紹他 因為那一年 黃太子殿下來台灣 來 黃太子殿 那時候台灣有一些人 寫信跟天皇講說 台灣很亂 不要來 結果這總督說 不會啊 他就回給天皇一句話說 台灣思想的惡化 是因為在東京的學生 在台灣沒有幾個人 因為他們是狹毀主義 沒有到危險的地步 一般的人民是極其忠實 順良 幹 一事同仁勝恩 沒有危險 你可以來 我現在講一句話 以前大清的眼中 看台灣人怎麼看 刁民 對不對 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亂 男無情 女無義 對不對 畫外之名 這是以前大清對我們的形容詞 不是我去逼的 所以以前台灣人是很難管 可是為什麼到大日本帝國 他們的這個總督 去讚美台灣人 很奇怪 我講一個例子 如果女生結婚 過年的時候回娘家 娘家的人會問你 一日有好過嗎 對不對 通常有些女生為了泡面子 過得很好啊 可是眼淚就這樣流下來 對不對 實際上過得不好嘛 如果真的過得很好 Happy 哇 什麼好啊 大家對很好啊 對不對 講不完嘛 所以你問台灣人說 剛才日本時代有好過嗎 大家都去堕落嘛 對不對 什麼都有制度啊 不用怕拆拆啊 對不對 家裡有什麼 裝鐵籠子 替湯嘛 都不用爭嘛 對不對 那是以前他們 日本時代的一個懷念 沒辦法逼人 你懂我意思嗎 很自然的就講出來 那我就慢慢介紹 是什麼 是什麼 過去的台灣人呢 我跟你講 再多各位的女生 我這樣看 沒有人穿的衣服 比她還 時髦的 她穿的 我 定制服耶 你看她也蠻時髦的 請問她 她覺得衣服好不好 你叫她 看她要看這件衣服 對不對 以前的男生 帥不帥啦 帥嘛 你看那男生的穿著 他們是誰啊 台灣人呢 日本時代的台灣人 男生長得帥 女生長得漂亮 穿著 比現在的人還講究 來我給你們看 1943年 全台灣小學 1099所 小學生 932525人 台灣人民的義務教育 普及率達到71% 全亞洲只低於日本 以達先進國家之列 日本時代是這樣子 跟過去的大清燈落後 完全不一樣 日治時代台灣人留學日本 方向奮身 1945年同期 留學過的台灣人 一共20萬人 台灣人 那時候大概600萬人不到 20萬人出國留學 有沒有厲害 剛剛這群人 我給你看這群人 是留學歐美 還不是留學日本 我給你們看 他的同學路挖出來 給你們看 有誰 這是我親戚 黃曹琴 這些人 念什麼東西 美術 化學 經濟 神學 政治 醫學 什麼地方 Eau of Illinois Eau of Columbia University Eau of California 不同學校 從法國到各個國家 時間是什麼 1920年 1925年 到1925年 是不是 台灣人 過去是這個樣子的台灣人 日本時代是這樣的 這裡面有一個特別要提的 出賣台灣人 叫做黃曹琴 你是日本人 黃曹琴後來跟美國人 來佔領軍說 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就是他講的 就是他講的 我那時候講說 為什麼黃曹琴會講這種話 所以我去查他的資料 我是這樣查到這個資料 就查黃曹琴 MA degree 政治學 美國Eau of Illinois 可是他後來去工作地方 去南京政府外交部 是不是很奇怪 你是日本人 居然當南京政府外交部去當官 你到底在叛國 你到底在效忠誰 不是 你再來 繼續看 大日本帝國台灣歷代總督 事蹟 1895年、1945年 我們先看一些照片 在過去大清帝國 在過去大清帝國 1895年 日本拿到之前拍的照片 1885年 大清統治的時候 我告訴你 中間人來台灣做幾件事情 起生起床 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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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切在這裡 外國人 他是加拿大人 在Princeton念神學院 然後來台灣宣教 順便行醫 班大人 班吹起床 你看他 拔牙齒 那時候台灣人平均瘦 35歲而已 很可怕喔 你們在座都賺到了 都有超過35歲 都彈到了 後來日本時代的照片 那個誰 你可以幫我直接放那個 待會再回來這邊 放那些照片 系列照片 那要拉到最前面 後來 美國人來台灣 就是蓋醫院 蓋主日學教會 馬接 那一盆水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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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那是檳榔西施 賣檳榔的西施 阿嬤啊 嚇死你喔 你看他笑出來了 我跟你說 台灣的賣檳榔的西施 都要改成這個阿嬤才來 這樣就沒人敢吃檳榔了 對不對 會減少檳榔人口 西鄉蟲道 牡丹色事件 因為時間太多 太少 我沒有辦法解釋完 北盤傳公親王 來台灣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原住民 有一個習俗叫出草 出草是什麼 對 獵人頭 就把頭砍下來 所以那時候 日本來 禮番政策 禮番就是薩德哥拜來 在講那個東西 禮番政策 之後順番 你看前面是日本軍官 後面是 我們高殺族的 武士 對不對 阿嬤一人 都扛著一個什麼 鐵架 鐵架上面都放什麼 鐵架 鐵架 什麼 不是菜刀 上面都放人頭 這一顆都是人頭 全部都是人頭 然後你看 我們高殺族的慶典 小朋友 這婦女在那邊跳舞 對不對 小朋友在那邊看熱鬧 對不對 日本軍官在裡面也看 你看他手上拿什麼 那個是什麼 他就是人頭 跳舞的時候 在那邊害人頭 有點可怕 這高殺族在1920幾年的照片 滿漂亮的一對小孩 那如果願意順番 我就教你最新的 步槍武器 日本軍官的嘎 你看 後來這些頭目都歸順了之後 就在警察局前面拍不同的部落 頭目 頭目兩隻腳下面都是什麼 那都是人頭 那一顆一顆都人頭 怕死人 所以洗澡的時候要很小心 要不然頭就被咻 一下就不見了 所以士兵在洗澡的時候 都要特別勘的 這個是因為 日本人一來之後 就要教 開學校 教你念書 高殺怎麼不高興 就進去學校裡面殺 這個是生還者 日本老師把這些學生救出來 把他放在糞坑裡面 生還者 其他照片太殘忍不給你們看 這個後來就是開始上課 開始學習 讀書 大清帝國完全不一樣 第八連隊進來 小孩子開始給我蠟筆畫 那時候年輕人有的 我現在找出來給你們看 畫蠟筆的 彩色的 然後這是什麼東西 後來日本時代就蓋起來 這什麼 這女生漂不漂亮 第三女高 第三高路的女生 我媽媽以前是第三女高的 你看漂亮不漂亮 你們會看女生對不對 漂亮嗎 很有氣質又好看 對不對 老師也帥 對不對 一本時代 我現在來給你看 鐵道旅館 北一女的裁縫課 那是原油會 這是哪裡 中國人叫中在黨 其實是台北公會堂 是台北市民 在日本時代 每次人挑一口 蓋起來 大人蓋起來 公賣局 這裡 你看 裡面 公會堂裡面 漂亮嗎 裡面全部冷氣 你會看廚房 那些廚師都戴白色帽子 你看廚房的管理 整整齊齊對不對 日本時代 你看撞球桌 西餐間 1920年 1920年 30年在台灣 三三樓 這是什麼 日本時代的棒球比賽 一準每個華山小學隊 對抗南門國小的比賽 我告訴你 什麼紅葉隊拿棍子打石頭 哪那麼可憐 難民才會這樣子 日本時代 每個城市都有隊伍 每個國小的隊伍 都有球帽 都有球隊的衣服 都有手套 都有棒球 都有球 有球棍 有隊伍 有隊伍 有教練 有領隊 我手邊有幾百張 全台灣各地的棒球隊照片 一本時代 就是這種水準 照片都把刀 卡在那種 甲子園的冠亞軍賽 對不對 你有沒有看過那部電影 過去台灣是很先進的 都玩這種遊戲 你如果沒有錢 沒可能是棒球比賽 對不對 你要場地 要制服 要球 要球棒 對不對 有公車 台北市公車 草山溫泉 一本時代 這是什麼 建宗的學生 以前我們建宗的學生 哪裡 歐洲 不是 館前路 台北火車站出去走到底 就是這個 台北博物館 沒有人會在殖民地蓋博物館 就是因為是大日本帝國的領土 這哪裡 這不是最近的照片 這不是最近的照片 日本時代的照片 這哪裡 北投 北投就是這種車 你有沒有看到 以前的台北車站 中山橋 不是 這個是明治橋 日本時代 前面中山北路叫做表參道 走到底就是圓山 上面是神社 下面是基隆河 你看 台灣博覽會 那時候台灣先進的 有博覽會 新公園 台北火車站的第二期 大學新修班的學生 大家在喝咖啡 你知道這些年輕人在做什麼 抽菸、喝咖啡 以前是很時尚的東西 他在做什麼 念牌劇 他們剩下一個詩 在那邊念 大家在那邊聽 國標舞比賽 日本老師從日本來 來到台北工會堂 國標舞比賽 我找到鄉下 日本老師帶來幼稚園 新主持 在台中就是這樣 我們準備要放影片 我們放完影片就下課 我給你看 台中香蕉 來 楓原家鎮 日本時代 給你們看 彰化水源地 台南 台南女中 台南 台南 台南師範學校 陰東 高雄 高雄 高雄的軟肆球比賽 對付照片 以前的高雄港 就這樣子 來放影片 我們會放影片 原遊會 來 我們看一段影片 在台南 天降 印象 中 poly 韓玩 國防的一線 更加在南的産業和経済的生活線 開啟了 熱和光に恵まれた台湾 それは我が日本の富の泉 日本領土の中で ただ一つの熱帯及安熱帯地 1995年4月17號 馬關條約簽訂後 台灣歸屬我國 20年的時候來做的紀錄片 浜山海軍大将は大時代の総督として 台北上に入り 同時に市長の江戸市団長にておわした 北白河宮吉久親王殿下のご大輪を仰ぎ ここに総督政治の姿勢式を挙げ 次来四十一戦争今日の絢爛たる文化台湾を生んだのであります 改曆之前 台湾被清朝政府當作化外荒地 台湾居民被當作化外之名 改曆之後 日本政府致力同化薰為帝國成名 改曆不到幾年做了什麼事 平地土匪的叛亂 進行產業的指導獎勵 鐵路港湾交通建設 通信衛生整備 治水灌溉里藩教育普及 地方制度改革後的軍事方面 都非常完備 成果展現 相當短的時間裡面 有這種成果是因為 皇室一世同仁的恩者 官民一致努力的 台北市 看到有夜景 你知道夜景的話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要infrastructure 基礎建設 電線配電 允許多人 稍微跳一下 這邊就是都市計劃 三線樓 快車道、慢車道 旁邊中樹 來,再跳一下 總督府 這是中藥研究院 這是台北醫院 鐵道部 然後我們待會右邊是郵政局 左邊是台電 這是總督府官邸 總督府官邸 很漂亮 那這邊就是 館前路走到底就是台北博物館 你看慢慢看到日本時代台北旗是怎樣 全島同時建設 台北市公車 那時候已經有台北市公車 你看 那是橫崖路附近 這邊可能要配合一下時間我把他縮短 稍微跳一點點不要跳太多 鐵道旅館 我們剛剛看到照片模糊的就是清楚 台北駅 台北車站 他有人力車有計程車有公車 然後現在走的是這個明治橋 好這邊特別就是公會堂 博物館 你看 慢一點這邊沒關係 台北放動局 這邊可以稍微放動局 這邊可以稍微放動局 植物園 所以帝國的建設裡面包括人民一般的休閒享受都有 這邊跳一下 大高層 這邊跳一下 你們沒有看過阿婆 我把牌的 第一次給你們看到 以前還有一些舊社區還沒改的 你看到中國人做什麼東西 那基本人走都不一樣 你看那個牌的 好再跳一下 我們直接看去淡水 從北到關渡 關渡這邊 在北頭有溫泉 也日本弄起來了 接下去就看到淡水高爾夫球場 日本時代的Golf Link 你看慢慢看 高就好 然後是新竹 然後我們直接看那個 沒關係 茶葉的部分 茶葉製造 那時候新竹市 你看以前茶葉 前半段都是人工喔 接下去怎麼弄 全部自動化 日本時代這樣 自動化 日本時代這樣喔 你看生產線 日東紅茶 你看每個人頭髮都把它照起來乾乾淨淨的喔 挑茶葉分類 包裝 你們阿公阿嬤那個時代就是這樣做事了 阿祖喔 你看有些人 日東紅茶 台中車站 台中很漂亮 它有小京都之稱 你看綠川 多乾淨 整個城市你看 你看路燈 整齊壞 由柳樹的台中市 幽靜而美麗 有台灣京都之稱 台中州聽 九天啊 台灣人分作六個州 每一州有一個九天啊 每一州有一個第一書 知識 那是我們大日本帝國時代的編制 以後我們也要回到那個編制底下 這邊是台中公園 那時候就起這樣 還有噴水池 你看 遊艇啊 日本時代就是這樣 不是後來的影片 來 再走 日月潭的發電我們看一下 來 這邊稍微 你看 十萬千瓦電力 供應全台灣 那時候有高壓電線配前後了 二十四萬千瓦電力 準備好 你看 好 稍微再跳一下 你看日月潭南北送電 來 再稍微跳一下 台南這邊跳一下 好 嘉義 嘉義士 你看 農林 他出名的話棒球 加農 好這邊 木材也跳一下 好 特別要講一下糖葉 台灣的糖葉 是一個關鍵性產業 它衍生出來有煉乳 對不對 有罐頭 可以把水果輸出 買掉提煉酒精 你看 連鐵道都設備好 它是基礎建設做得很好 然後它的那個 耕作過程你們看一下 然後你看 機械化設備 日本是這樣 1920年 三幾年的台灣 是這樣 一定要煉乳 罐頭 其他工業發展 以砂糖為主的發展出來 好 這邊稍微跳一下 我們再看酒精 它有糖葉實驗所 你看 這邊有實驗所 食驗酒精 咦 他們停住 總督府糖葉實驗所 你看 你看 那時候的實驗所 就這樣子 做實驗就要穿白色袍 再跳一下 烏山頭水庫 江南大郡 整個台灣的 台南地區的整個灌溉系統 那一起起來 珊瑚潭 十五萬餘甲 就全部涵蓋 就是 稻座 混成三座 一年 現在要去高雄 要結束了 高雄 很快喔 來 再走 看那個海港的地方 你看 那時候的高雄港 那時候就穿得很漂亮 這邊再跳一下 我們跳那個 這裡 那個 來沿著高雄港出去的 旁邊的工廠 那時候就整整齊齊的 高雄州 那時候有做什麼事 那不是日本耶 在台灣 在高雄 內地基隆 有沒有 我們福岡九州到台灣 一萬優秀的船隻 有六艘高級航線的郵輪 那台定期航路 沒辦法想像的豪華版航路 臺灣拓殖 慢一點 沒關係 也有飛機 固定的搬機 立台無線電話 立台航空 東京大阪福岡 有飛機 有飛機 好我們高砂族的 當老師 大學專科畢業生 當警察 刀老師 都有 好 好 我們今天台灣史 開始到這邊上課結束 好 謝謝 都是 在